《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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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照顧好自己的小孩 就應該事實上是先去照顧別人的小孩 我到自己有小孩 自己去偏向教小孩 這個想法才確立下來 其實一剛開始我只想在台南市裡面 就是開個班嘛 教教小孩子試試看 跟我一起發展教材的我的學生 就是有一天就 就蹦了一句話出來 他說 我覺得協會寫程式很容易可以賺到錢 那我們是不是應該去教 比較弱勢的小孩 我想欸對啊 你這兩個在外面是對的嗎 還是這兩個是要在裡面 我覺得剛開始的方式 我的方式可能不太對 以他能夠寫程式賺錢為最終目標 每次考試其實都很嚴苛 所以你最後的結果就是 你大部分的孩子都沒辦法持續 都掉隊了 再過過超過兩百個學生上過我們的課 可是現在只有七八個人 還在我們的課堂上 那其他將近兩百個學生怎麼辦 校長好 所以我們就回過頭來去問老師 什麼樣的課程是第一線的老師需要的 什麼樣的課程是學生需要的 課程是他們設計的 但是具要的科技部分就我們來幫忙 這個只有 這個只有中間 這個只有中間 會出去看 不對啦 不對啦 你看這裡有香 太快了 放下去都不能有香 看一下 老屋這個課程其實是 文德國小的李秉軒老師跟我提的 老屋這個課程建立起來是 讓小孩子學3D練習之前 先去做文化的觀察 因為他看過那個老屋的結構了 他也親手 用那個我們做那個木頭 拼過那個老屋的屋價了 所以這個時候 他來用這些科技的工具 就會用得更好 科技呢 不過就是這個文化的底韻上面 我們幫他加上一些色彩 那個文化的底韻其實是比較重要的 你要先前進一個喔 要回到圓圓圓 那我們奎約另外一個課程 讓他去玩 那腳這類的課程越來越多元 那就可以吸納越來越多的孩子 他會找到一個彈藥 一開始的時候想說 孩子腳可以學程式設計 然後他以後也許可以靠程式 設計上比較好的大學 那工作之後可以回到家鄉來服務 可是我發現 他們都不喜歡他們的家鄉 他們都想跑掉 跟台灣人 很多人都覺得台灣是鬼島 然後要跑掉是一樣的嗎 啊多走了 那我們怎麼辦 所以那時候就想說 那我們想個辦法 讓他們可以多了解他們家鄉 做廚房 耶 朱老師是一個非常浪漫的人 其實浪漫的人有一個很大的缺點 就是天馬行空 他可以在夜間突然想起一件事 他覺得很有意義 他就想要去做 其實我們都很怕問他 你接下來還要幹嘛 我們會期待 他用另外一個視角去看他的家鄉 他這個視角想來想去 後來發現被齊柏林先生的影片所起發 然後我們覺得 從空中來看自己的家鄉 應該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當然那個小朋友第一次看 都非常興奮 哇 怎麼是這個樣子的 為什麼叫看見家鄉 就是希望你看見家鄉 你知道家鄉 哪裡好哪裡不好 你希望他能夠回來 那其實效果是很好的 就是當他們到空中去看自己的家鄉的時候 那個視角是不一樣的 比較好看啊 就是幾乎所有的東西都會變成小螞蟻 很多房子很 就是很像一幅畫 從這個計畫裡面 有些小朋友才深入的去了解他的父子輩 賴以為生 而且養活他的一個經濟職業到底是什麼 家鄉為什麼要做這樣的產業 就是感覺跟你平常在這樣拍的時候不一樣 就是感覺鳥看大地感覺很壯觀 你讓他認識了解 以及喜愛這個國家 那你會相信這些東西 會成為他的重要回憶的時候 他不管去了多遠 他就會去尋找他重要回憶 他就會回來啊 幾歲回來沒關係 還會不會超級年輕的 還會怕死人 陪我去餐了嗎 是嗎 蒼兒 好